吉兰丹西马县甘榜德仁瑟 一名怀胎七个月的妇女 星期五晚上因为身体不适 外出推拿放松身心 却迟迟没有回家 不料昨天下午的孕妇被人发现 腹部中枪惨死在车内 目前丹州警方已经逮捕了一名男子协助调查 并不排除这一起枪杀案的导火线 是因为争锋吃醋 吉兰丹西马县甘榜德仁瑟 日前发生一起枪杀案 26岁的死者被人发现时 身体躺在驾驶座上 腹部左边有明显的枪击痕迹 吉兰丹代总警长拿督莫哈莫炸击表示 警方在昨天下午4点接获民众投报 表示在路边的轿车内发现一具女性尸体 目击者向警方透露 有关轿车从星期五下午就一直停放在路边 警方搜查轿车时 在驾驶座位后面的乘客座位垫脚处 找到一颗子弹壳 死者的母亲指出 死者目前怀孕7个月 而遗体被送往巴西马医院进行解剖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死者的祖母难以接受 因为孙女是她一手带大的 死者今年2月和丈夫离婚后 便搬回来和她一起住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女 是在星期五晚上8点左右 孙女表示身体酸痛 要出门推拿 没想到看似普通的一次分别 竟然就是永别 他的手带 今时10天 我也订票 我认票 他的手带 威文她不能够 回来和她的事 不过11天 打来电话 不过11天 打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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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州警方在昨天晚上11点25分 逮捕了一名40岁嫌疑人协助调查 并从今天起延后到星期四驻查 莫哈莫杂基表示 警方不排除这宗命案涉及感情纠纷 凶手是因为吃醋才起杀鸡 至于女死者是否在案发现场被杀害 又或者被开枪后开车逃到案发现场才去世 警方目前正在深入调查 希望民众不要胡乱采测 他表示根据调查 死者是被0.38口进子弹的半自动手枪射杀 而死者被发现的地点距离住家约15公里